05年的太阳队正值巅峰,那时场均拿到15.5分3.3篮板11.5助攻的数据,带领太阳打出了62胜20负的联盟第一战绩。 个人你家勉强归在MVP,小四成长为联盟顶级大前锋,场均可以砍下26分9篮板,马里昂、乔约翰日、理查德森等人同样实力不俗,当时他们是夺冠热门,最终在西决舞台上一盼输给了马次队,在西部决赛的舞台上,太阳队的表现十分出色, 那时场均能够得到23.238篮板10.6助攻的数据,投篮命中率高达52.2%,打出了MVP应有的表现,而小四面对邓肯更是彻底爆发。 场均空下37分10篮板的大号两双,投篮命中率高达55%,两位当下球星的表现可以用完美来形容,那为何太阳还是输给了马次呢? B10的邓肯正值巅峰,尽管没能限制祝小斯,但他场均也能砍下27.4分13.8篮板3.2助攻1.8盖茅的全能数据,投篮命中率达到52.7%,他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十分出色,而吉诺比利也逐渐成熟。 场均可以砍下22.2分,6.2篮板4.8助攻2场段的全面数据,投篮命中率达到49.4%,突头结合的打法,让太阳队难以招架。 帕克场均也有20.1分3篮板4.2助攻的数据进账,投篮命中率达到46%,可以看到,B10的马次CDP组合正值巅峰,三大将场均得分都在, 20分以上,并且效率极高,更肯坐镇内线统治攻防,吉诺比利得分的同时表现全面,帕克稳定而着想,这样的发挥换谁也无法招架, 尽管那时何小四的表现堪称完美,但对比GDP组合还是稍续一筹,输球也就不奇怪了。